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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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了财政预算案 我们换了一个焦点来看看月亮 那么2019年的元宵节 刚好就迎来了今年最大的超级月亮 所谓的超级月亮 意思是月亮离地球最近 而且同时遇到满月的天文现象 所以这个时候的月亮看起来会比平常 大概14% 那么同时亮度也会提高三成 是这个元宵节巧逢超级月亮的现象是并不多见的 错过了这一次呢就要等到2028年了 李显龙总理也同时捕捉到了这个最大满月的一刻 同时把照片分享到了社交媒体上 是总理还配上了一首苏东波的水调歌头 为元宵节增加了几分失忆 是元宵节是对华人来说是个相当重要的日子 没错 那么今年呢北京故宫博物院 对他们来说也把它列为焦点之一 故宫建院94年来 这是第一次举办了灯会 而且在夜间免费的 对于预约的公众进行开放 好我们来先来一读啊 这个紫禁城古建筑 首次大规模的点亮美景 大规模的点亮美景 错过了这次的超级月亮呢 下次还是会有机会看到的 可是呢许多突发的疾病 如果说错过了急救时机 患者可能就会有生命的危险了 在新加坡呢 我们每天平均呢 会发生六起心脏重庭的个案 想要抢救患者必须分秒必争 那么民防部队呢 就有一款My Responder的应用程序 让懂得心脏复苏术的志愿者呢 可以在医疗人员到来之前 第一时间呢 赶到现场去救急病人 那么一起来看看 这个应用程序是怎样运作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也在网上分享了事发的经过 那现在这位热心的公众 来到了我们的摄影棚 欢迎蔡颖周先生 你好你好 你好 外外 非常的欢迎你来到节目当中 可不可以先告诉我们 上一个星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谢谢你 请我 上个星期我就在洪茂桥的那一带等朋友的时候 就接到一个My Responder的呼叫声 那时候我就赶紧地跑过去在城山的地址 但是跑了一段时候 发觉到地址还是换了去另外一边 所以我就跑过去天桥的另外一部分的时候 就发觉到在七楼的那一带 有一个年老的阿嬷 就是在家里的时候感到不是 她的女佣就报救护车了 所以这个My Responder就是 通知我有一个阿嬷 就是感到不是 患者是不自知 所以我就做了一个测试 就是在脑袋后面跑的时候 就在想怎么样做这个程序 所以就运用这个Dr.ABC 来测试这个危险 什么叫做Dr.ABC 所以第一个步骤就叫Danger 就要看周围有什么危险的东西 还是对你不利的事物 然后过后就看Response 所以就是要拍拍那个阿姨 拍拍阿姨问她 Hello Hello Are you okay 过后如果她是真的没有Response的话 就是应该是心脏病 就是要check她的airway 还有breathing 还有circulation 我觉得你最后是成功救了 这一位老太太 但你听起来是很有经验的 还好啦 因为做了这个步骤 在脑袋里问题过后 就是会比较有信心 但这不是你第一次 通过这个应用程序救人了吧 用了这个My Responder App 有大概十次有呼叫 电电话呼叫了 通知我附近人有心脏问题 所以你已经十次回应这些呼叫 然后潜到现场救人了 对 只是不是每一次都需要做CPR 好像那个阿嬷 其实她自己有反应 她就是有一点昏迷不醒 所以那个女佣是怕她 叫心脏病发发 所以才叫住的时候 所以就在那个情况中 不需要做CPR 但有的时候是有的 对 你刚刚说其实你在去 往这一位老太太的地点之前 其实你本来是往另一头跑 对 当时发生什么事 所以那时候就是APP的通知性 就是有一个CASE在城山那一带 可是过后附近又有另外一个CASE 就是在一分钟内 不同的地方有一个CASE 所以我就被通知两个地方 所以过后就去最后一个地方 意思说在方圆百里内 对 有参与这个应用程式的人 只有你一个 对 就是400米范围之内 所有这个APP 还有有学到这个CPR的 都会收到一个通知 在这个时候你会不会很希望说 四周也有跟你一样的人 可以去另外一个地点 十余远程 当然是这样 大概我做了Response 十次都没有跟一个人一起的Response 有一次是跟朋友 刚好在一起走路的时候 就一起去救护 可是没有一次 就是有遇到一个陌生人 一起Response 你真的是一次一次救人熄灭 我可不可以最后请你来呼吁一下 邀请公众大家也来参与这个项目 对 所以如果你有一个电话 如果你也想就是帮忙救人 你可以download这个APP 我们就是发觉到每分每秒 对于一个人的 Chance of Survival 真的是非常的高 非常谢谢你的分享 很值得我们学习 谢谢你 谢谢你 新奇一公布的财政预算案 推出了立国一代的配套 同时也趁着纪念开布200年 和国人分享财政盈余 同学继续地推动行业转型 以及科技创新 今天晚上8点8频道 将会播出 《预算案大家台2019》 财政部长王瑞杰 将会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 和立国一代年轻人 家庭代表 以及中小型企业老板的 畅谈新预算案中 跟我们相关的措施 所以一定要锁定了 好 实际永远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再会儿 再会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